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8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中国的特大型城市上海 周一开始采取了极端的封锁措施 之前盛传很久的上海要封城 开始变相实施 最新政策是将上海以黄埔江为界线 一分为二 先封浦东再封浦西 浦东与浦西之间的大桥和隧道 已经被全部关闭 在封锁期间 要从浦西去浦东的最快途径 可能是从浦西的虹桥机场起飞 前往广州 再从广州飞回浦东国际机场 浦东将从3月28号封锁至4月1号 所有居民足不出户 浦西的封锁则是将从4月1号开始 一直持续到4月5号 上海警方通知 警方已经封锁了进出城市的高速公路 任何想要离开上海的人 都必须在48小时之内进行核酸检测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海今天封城第一天的景象 相信是很多人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上海 封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次封城措施远远超过了上海此前采取的措施 封城之前市民争相囤积蔬菜 引发了恐慌性的购买 封锁中国最大的城市 是对中国新冠战略的一次重大考验 在前不久深圳被封锁一周之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曾经强调 要将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上海政府在几周前表示 没有必要进行全面封锁 就在周六上海市政府官员还否认了全面封锁的计划 上海警方还表示 已经处罚了两名在网上散布有关封城信息的违法者 根据最新官方数据 拥有2600万人口的上海 周日仅记录了50例有症状的病例 但是同时有创记录的3450例无症状病例 上海的疫情措施与香港形成了鲜明对比 香港在过去两个月内记录了超过100万新冠病例 鉴于感染规模之大 香港政府推出的全面检测 也一度引发了恐慌性的购买 但是最近这些防疫措施都被取消了 香港当局认为动用如此大规模的人力物力 是浪费资源 应该将医疗资源集中用于重症患者 在上海封锁消息宣布之后 中国股市本周开盘走低 周一上午互升300指数下跌多达2% 因为投资者开始权衡上海封城 对全中国带来的广泛影响 作为中国的主要金融制造业和物流贸易中心之一 上海的任何商业活动暂停 都可能产生全球连锁反应 上海还是数百家跨国公司的亚洲总部所在地 特斯拉和通用汽车等汽车制造商都在这里半场 知情人士透露 位于上海浦东的特斯拉工厂 计划将其生产至少暂停一天 从周一开始 此前特斯拉表示 它正在尽最大努力 确保工厂能够继续生产 同时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的新冠预防措施 上海工厂对特斯拉至关重要 中国是特斯拉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同时上海生产的汽车也将出口到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 根据上海市政府的声明 上海的医务人员 警察和快递员等必要的工作人员 仍将被允许外出行动 而公司和工厂将被允许在闭环的条件下维持运营 也就是说要求员工住在工厂或是公司里 政治分析人士表示 在短期之内 中国将会坚持零容忍态度 今年密集的政治事件 使得中国很难放手对新冠的控制 此举虽然说对全球的供应链冲击应该不大 但是随着中国消费者感到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会抑制中国的消费 疫情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也因为人口严重萎缩而面临沉重压力 为了鼓励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 中国财政部周一宣布 家中有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就能够减免个税 根据财政部的最新声明 自2022年1月1日起 照护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家长 计算缴税金额前 每名婴幼儿每月可以扣除1000元人民币 可选择由夫妻一方扣除1000元 也可以选择由夫妻双方分别扣除标准的50% 监护人不是父母的 也可以按照上述政策来扣除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 最新消息 知情人士称 俄罗斯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和乌克兰的谈判代表 在与俄方代表会面后出现了疑似中毒的症状 上周我们刚刚报道了 俄罗斯寡头英超切尔西俱乐部的老板阿布拉莫维奇 主动请英参与俄乌停火谈判 希望能够推动战争的停止 而在基辅的一次谈判之后 阿布拉莫维奇以及至少两名乌克兰团队的高级成员 同时出现了红眼持续疼痛的流泪 以及脸上手上脱皮等症状 一位与阿布拉莫维奇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 目前他们将可疑的袭击归咎于莫斯科的强硬派 认为是莫斯科强硬派想要破坏和平谈判 知情人士说 阿布拉莫维奇和乌克兰谈判代表 此后的情况有所好转 生命暂时没有受到威胁 而与阿布拉莫维奇会面过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没有受到影响 调查此事件的西方专家表示 很难确定这些症状是由化学或是生物制剂 还是由某种电磁辐射攻击引起的 调查员格罗泽夫说 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团队在2020年 曾经用神经毒剂毒死了一名俄罗斯反对派的政治家 他认为这次的攻击不是为了杀人 只是一个警告 知情人士说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着长期联系的阿布拉莫维奇 在莫斯科2月24号发动入侵之后 就一直致力于结束乌克兰战争 知情人士透露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要求拜登 不要对阿布拉莫维奇实施制裁 因为他参与了停火谈判 反对战争 知情人士说 阿布拉莫维奇充当了乌克兰与克里姆林宫会谈之间的秘密渠道 他曾经亲自与普京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 知情人士还说 他在会谈中的角色经常发生变化 他试图与其他人接触 包括前德国总理施罗德 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士说 尽管疑似中毒 但是阿布拉莫维奇仍然决定继续参与和谈 在过去的一周里 他曾经前往波兰和乌克兰 并且与本周一前往伊斯坦布尔 最近见过他的人说 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交战各方之间进行调解 阿布拉莫维奇已故的母亲来自乌克兰 由于战争陷入僵局 俄乌多轮停火谈判始终未能获得太大的进展 俄罗斯的攻势在多个方面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 乌克兰缺乏进行重大反击 以收复领土的资源 新一轮谈判定于周二在土耳其举行 谈判代表将会讨论战争可能的政治解决方案 和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 例如撤离平民和囚犯交换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愿意妥协 如果得到西方和莫斯科双方 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证 他愿意保持中立地位 尽管克林布林宫表示 有兴趣寻求谈判来解决方案 但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知名主持人 最近几天却在电视上宣传 与泽连斯基达成的任何协议 都将是俄罗斯的耻辱 并且表示乌克兰应该融入俄罗斯 与此同时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周一表示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 处于有史以来最强的水平 而此时 西方国家正试图通过前所未有的制裁 来孤立俄罗斯 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行动 并且多次表示反对制裁 周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宾称 制裁措施损害了俄罗斯 与其他主要外交伙伴的正常贸易关系 王文宾在回答彭博记者 关于制裁的问题时说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他说 当前的问题不是任何国家 想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 而是对包括中俄在内的 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往来 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 我们敦促美方 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的同时 认真对待中方的关切 不要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 中国政府正急于研究 如何遵守美国主导的对俄罗斯制裁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驻华盛顿外交官 要求美国提供有关制裁的详细细节 这令美国官员感到高兴 但是同时他们也担心 中国也可能只是在寻找制裁中的漏洞 来帮助俄罗斯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 并且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稍后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